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已经讲到户感 户感呢 我们是说如果这个线圈 我们当作第一个线圈 这里有电流I1在流的话 那么它旁边摆一个线圈 假定它没有电动式 那么这个线圈会有一部分的magnetic flux通过第二个线圈 比如说这个是它的一个 这是它的磁通 磁力线 但是它的磁力线没有全部通过它 只有一部分的通过它 这个是第二个线圈 这个是第一个线圈 那么我们上一次呢 就说明了 第二个线圈上面的磁通 是由第一个线圈给它的 它是跟第一个线圈 它是跟第一个线圈的电流成正比 跟I1成正比 那我们把它写成等号的话呢 我们要加一个比例的长数 如果第二个线圈有N突扎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加一个N突 就等于 通过第二个线圈就等于 通过第二个线圈的magnetic flux 变成N突背 仍然是等于M21 乘是I1 就有这个式子 像这个式子 我想我们不要去背它 你背它会搞乱掉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思考下来 那么这个M21 它就等于N2521 over I1 这个叫做互感系数 Mutual inductance 它的单位是用Henry 好 那么我们上次讲过 这个式子 因为这个我们可以证明 M21 跟M12 我等于要讲M12 一样大 那么它只跟什么有关呢 跟线圈的大小 两个线圈的结构 跟两个线圈之间的距离有关 那么跟它的电流没有关系 好 那现在我们就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常数 那N2 当然也是个常数了 N1 改变的话呢 它不改变这两个 只改变5 to 1 所以这两个是变数 这两个是常数 如果我们把这个式子 对时间做为分的话 那么它就变成 现在这里还要写东西 N2 D5 to 1 D1 DT 要等于 负的M 我们加一个负号 D1 over DT 那这个是什么呢 根据法拉第定律 就是第二个线圈 磁通的时间变化率 再加一个负号 那就等于 第二个线圈里面的感应电动式 所以这一项啊 就等于第二个线圈的感应电动式 那这个式子的物理意义就是说 第一个线圈的电流 如果随时间改变 它不是稳定的话呢 会在第二个线圈啊 你看第二个线圈根本就没有电动式哦 但是 如果第一个线圈的电流随时间改变呢 在第二个线圈也会产生电动式 这个是感应出来的 叫做感应电动式 好 那么 这个是 叫做护感 第二个线圈感应第一 第一个线圈感应第二个 那反过来啊 第一个线圈 第二个线圈也会感应第一个 那么 同理 我们可得 如果 我就不画图了 如果第二个线圈有电动式 它会有电流I2 那么它就会有magnetic flux 或者magnetic field 当然也有magnetic line of force 那么它有一部分会经过第一个线圈 好 于是呢 我们也发现呢 第一个线圈 the magnetic flux 由第二个线圈过来的 第二个线圈给它的 那么它呢 它呢 是跟第二个线圈的电流纯正比 那么我们把这个写成等号的话 这里要加一个m12i2 那么如果第一个线圈有n温渣的话呢 有n温渣的话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写了 就是n温等于这个 就是n温乘512 于是啊 在这个式子里面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m12是等于n1512 over i2 这个也是mutual inductance 那么我们可以证明 可证明 现在我先写 它就等于m21 护感嘛 那么你给它多少 你感应它多少 它也感应你多少 这个是护感系数 那么我们同样的知道 我们同样的 从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知道 n1d512 over dt 要等于m12di2 over dt 都加一个负号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第一个线圈 它持通的时间变化率 的负值 那么它是等 根据法拉第定律 它就等于第一个线圈里面 产生的感应电动式 所以这个呢 就是epsilon 1 那它的物理意义就是说 第二个线圈电流 就随时间改变了 会在第一个线圈产生 电动式 这个是 叫做护感 叫做护感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护感系数 要怎么做 你要求求这个式子 第一个 所以这两个线圈 这两个线圈 谁时间改变的电量 我们都知道 假如第一个线圈的电流改变 它电流对时间的变化率 我们当然知道了 那你要知道 如果第二个线圈的电流变化率知道 你要求epsilon 1 那你一定要知道m12 就是这两个线圈的护感系数 你必须要先知道 那么我们所以呢 护感系数啊 要先会求 要先会求 那现在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 我从那边开始做好了 m12跟m21 虽然是大小是一样 可是它求的过程里面 求m12跟求m21的过程 不会完全一样 那可能有的情况就是 求m12可能比m21要来的简单 或者是求m21 要比m12要来的简单 那现在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给各位看 假定我这里有一个 无线长的直导线 它上面呢 有电流i 然后在它的旁边呢 有一个长方形的导线的线圈 这个长度是b 这个长度呢 是a 那么它跟这条线之间的距离 这条是c 1 如果i 是谁时间改变的 我们说 假许i 它是时间的函数 那么 di over dt 大于0的话 就是说 它的电流啊 随时间在改变 那问 第二个线圈的感应电动式是多少 好 我们假定这个叫第一个线圈 这个第二个线圈 求 长方形 是emf 好 那么 你现在要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想到emf 有哪一些方法可以做 emf 有哪一些方法 有法拉第定律 如果它告诉你 好 第二个 长方形线圈里面 磁通 随时间改变的量是什么 你直接就可以用法拉第定律来做 好 如果说 这里有导线在移动 而且又有磁场的话呢 我们就用动声电动式来求emf 然后还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刚刚学的护感 第一个线圈的电流产生改变 第二个线圈会产生感应电动式 好 那么这就属于这一类的 所以我们就把感应电动式写出来 感应电动式呢 我们现在是要求 epsilon 2 epsilon 2 它是等于负的 你就要把刚刚那个写出来 M21 DI1 over DT 是第二个线圈 第二个线圈 这是第二个线圈 由第一个线圈改变而产生的护感 那么它是跟第一个线圈电流的时间变化率有关 好 那这第一是 我们首先把要用的式子写出来啊 你第一个式子一定要公认的 你不要写一个式子 只有你自己知道 人家都不知道的 看不懂的 你自己发明的 那人家要研究三个钟头才知道你那个式子 什么意思 那这样子 你这样的表达就不好 好 那你要求这个 我们现在知道DI over DT了 就是大于0 好 M21是什么东西啊 那我们就把 就把 你就从 M21 我刚刚说过 你不要去背那个式子啊 那个式子我都背不起来 那个2112有时候会搞乱掉 你就在草稿上面写一下 说521它是跟I1成正比 那加一个比例常数就是这个 如果它有N2扎就是这个 于是M21就等于N2521 over I1 所以我们就知道M21就等于 N2521 over I1 第二是 我现在要求这个 就这个我才能带到这个狮子里面去 好 那现在 我们知道N2是第二个线圈 只有一扎 我们知道N2等于一扎 一扎 那么521是什么呢 521就是说 第一个线圈产生的磁场 经过第二个线圈 经过第二个线圈的磁通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狮子写出来 521 它是等于第一个线圈的磁场 经过第二个圈圈 经过第二个圈圈 经过第二个圈圈的磁通 这个A图是第二个圈圈里面 举的 OK 好 那么这个是第三是 那B1是什么呢 B1就是由第一个圈圈 在第二个圈圈 在第二个圈圈这个地方 产生的磁场 好 这个磁场啊 我们可以 在这个地方 好 我 取一个 没关系 就这样 好 我这里假定 距离 距离这边是R圆 那这个距离 是DR 那么我取这个是一个 面积的基数 就是DA1 这个 就是DA2 不是DA1 DA2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由I 产生的磁场 这个就是B1 它是进去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假设 这个方向 叫做Z的方向 那我们就可以 由上一次 我们 是由Build Savalot 得到 好 B1 它的方向是 phi的方向 2pi r 分之μ0i 好 好 那么我们现在取 DA2 我们取的跟B1 同一个方向 所以它也是这个方向 那它的面积是什么呢 它面积就是等于B 乘上DR B乘第2 B乘第2 好 现在把这个式子 带入第三式 把这两个式子 带入第三式 我们就得 phi to1 要等于 这两个dot 同方向嘛 phi univactor dot phi univactor 等于1 我们就把这些 常数 提出来 2 pi 分之 μ0i b 好 然后 这个里头就变成 r分之 dr 那这个r 从哪里到哪里呢 我们要求这个 总词通 它从这一边到这一边 这边的r是c 这边的r是c 这边的r是c加a 我们就是从c 到c加a ok 你把这个积分积出来 它就等于 它就等于natural logarithm c加a over a 这个就是phi to1 好 你把phi to1 带入第二式 第二式 好 好 我们把它带入第二式 我们就得m12 m21 是等于 所以 这个乘n2 n2 n2是e 就是乘1 再被i1 来 i1就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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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写i就好了 i1就是i 好 那么 带进去啊 它就等于m0b over 2pi natural logarithm c加a over a 你看 这是不是常数啊 是常数啊 你都跟i都没有关系啦 它就是一个常数 ok 但是这个常数啊 跟原来的结构 跟两个线圈之间的距离有关 好 m21 求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带入第一式 带入第一式 我们就得 ε2 要等于这个 乘上 乘上 di1 over dt di1 over dt 就是 di over dt 好 好 好 我们先写这个好了 di over dt 所以 再称 这个常数 c加a over a 它的单位是福特 好 它有个负号 这里有个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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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把这个写出来 你要告诉我 电动式的方向是什么方向啊 现在什么方向啊 你先看它是positive还是negative啊 positive和negative啊 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正 分子比分母大是正 di over dt 我告诉你它是大于零 所以这个是大于零的 乘一个负号呢 就是负的 negative sense 什么方向 negative sense 你怎么比啊 右手 磁场的方向 这个是positive 对不对 negative什么方向 这样子的 它是逆时针还是顺时针啊 逆时针还是顺时针啊 逆时针方向 所以你要写一下 逆时针方向 ok 如果你不会法拉第的话 这个负号在这里 你会很头痛 这个负号 什么意思啊 你搞不懂 哪里有大小是负的呢 实际上的东西大小怎么会有负的呢 它是方向的意思 好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题目 好 再下来啊 我要做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 好 好 这是一个轮廓 是一个长螺旋 螺旋管的轮廓 那么它的电流呢 是这样子 一圈又一圈 它本来是 接的很 一扎接一扎 非常紧密啊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画它 所以我画的比较稀疏一点 好 这个是I want I want I want 那么它总共有多少渣呢 有N温渣 总共是N温渣 它的电流就是这么流啊 好 这么流 ok 好 那它的长度 从这一条到这一条 这个长度 我们令它叫做L1 L1 那么这个 是它的界面积 我们称它叫做A 好 现在我们另外啊 在这个螺旋管的外面啊 再缠绕 短一点的螺旋管 比如说是这样子的 好 它的电流 从这里进去 从这里出来 I2 就是I1 I2的方向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那它总共有N2渣 N2渣 N2渣 它的长度 是L2 那现在我们要求 这两个线圈 L1那个叫第一个线圈 L2那个叫第二个线圈 求此二线圈的护感系数 好 好 现在要怎么做 我们只要求护感系数就好了 我刚刚说 M2-1跟M1-2啊 相等 等一等我们就可以看到 但是它做起来啊 难度不一样 求M2-1跟求M1-2的这个难度不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啊 先求一个M2-1 求M2-1 M2-1比较好做 为什么呢 因为啊 第二个线圈是这个样子的 M2-1 M2-1比较好做 M2-1就是第二个线圈的磁通 第一个线圈给它的 那第一个线圈呢 它的这个磁通量 它的磁力线啊 不见得全部都 都经过这个 它有怎么样 它有中间会 会这个样子 中间会 所以 不是每一个都是从这里到这里 不是 但是因为啊 这个线圈比较短 它是在它的中间 所以呢 丢失掉的 漏掉的 磁力线 数量比较少 我们妈妈乎乎就 好像没有漏掉一样 那就可以当做是 这个线圈产生的磁通啊 全部都经过这个线圈 那我们现在呢 就 求 M2-1 我说过 M2-1 你不要去 M2-1跟M1-2 你不要去背公式 背公式 有时候会被错了 那我们就说 你要求的是M2-1 第二个线圈的磁通 M2-1 第二个线圈的磁通 由第一个线圈产生的 它跟第一个线圈的电流 纯正比 那这个就是M2-1 如果第二个线圈 有N2乍的话 我们就乘一个N2 你把这个式子 这样子把它写出来 比较不会错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式子 写成M2-1 要等于 N2-5-1 1-1 第一是N2有了 I1有了 5-1 没有 第二个线圈 的磁通 有第一个线圈给它的 没有 那这个怎么做呢 我们就 我们就 用磁通的式子 好 它是第一个线圈 磁场 通过第二个线圈的磁通 所以它的磁场是什么 B1 第一个线圈的磁场 DOT DA2 第二个线圈 里面的一个面积的激素 这是这个 这样子的 OK 好 那么 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们可以借助 我们现在取 DA2跟B1 平行 你可以知道吗 现在这个 电流 I1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的磁通 磁场是朝这一边的 朝这一边的 OK 磁力线朝这一边 那你现在在这个里头 取一个面积的激素 也是朝这一边 DA2也是朝这一边 那么 这个就变成 B1 乘DA2 好 第二是 那你现在 DA2是你取的 这里面就是一个小小的 面积激素 那B1等于什么呢 B1是第一个线圈 在 它里面产生的磁场 好 我们以前讲过 螺线管 我们用 安培定律求出来的 只是它当中一部分的磁场 那是长螺线管 那是长螺线管 当中一部分 旁边呢 通常旁边就是当中的一半 我们现在假设 这个螺线管很长很长很长 假设它很长 那么 因此呢 它旁边的 不规则的部分呢 不规则的部分呢 比较少 当中就是 等于是一种平行的磁力线 这占的 比例很大很大 因此我们就说 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忽略它的边端效应 好 编动效应不计划呢 那我们 有这个 Ampere's law 有Ampere's law 我们可以知道 我上次写DL还是DS 我们可以得 BX 就是B1 它是等于 μ0 N over L N1 over L1 I1 就是慢慢呼把它当作常数 本来这是当中的 如果这很长很长的话呢 那么两端变化 两端有变化的部分很少 我们忽略也不计 那都能当作是中间的 那就可以 麻麻糊糊得这个东西 你可以这个地方 写一个这样的一个符号 B1我们就求出来了 然后B1求出来呢 我们就带入第二式 我们就带入第二式 求521 521 于是 我们就可以变成 B1带进去 我们把这个 这个都是常数 通通通提出来 N1 L1 I1 里头就是D A2 D2就是这个 这一段的长度 体积 积分就是这一段体积 接面积 接面积层上长度 它就等于 μ0 μ0 我们先把这个 L1写到这里 μ0 N1 I1 乘上A 再乘上 就是这样 这是A 乘上 I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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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A2 就是这个面积 接面积 接面积 接面积是这么大 这是接面积 一个小面积 极数 整个接面积就是A 就是A Phi2 Phi2 1求出来了 我们代入第一次 就可以求它的 互感系数 互感系数 把这个代入 第一次 我们就得M 2 1 等于什么 这个乘一个N2 N2 然后被I1 来除 我们都要写大写的 这个都 我们都写这个 我那个是大写 小写 是小写 OK 那我就把这个 这个写成 小写的 我们把这个写成小写的 I1 OK 那么 乘一个N2 把这个I1 消掉 所以它就是L1 分之1 μ0 N1 N2 乘上A 单位就是用 Henry 这是M2 1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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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们 求M1 2看看 M1 2比较 有一点困难度 OK 好 我们 看看 如果你要求M2 1的话 我们要从这里开始 Find 1 2 通过第二个 第二个 线圈产生的磁场 经过 第一个线圈 这一部分 的磁通 OK 那么 它是跟I2 成正比 我们写这个 应该是写I2 I2 这个是小写的 我这里给你的是小写的 好 我们写 是I1 I1 我们改成小写 OK 好 写成比例常数就是M1 2 如果 第一个线圈是N1 就变成这样子 好 于是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得 M1 2 它是等于 N1 5 1 2 over I2 好 好 我们把这个当做E1 第一 好 然后你就要求什么呢 不 这个不对 我先写的这个是不对的 好 就说这个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啊 你第二个线圈的磁通 第二个线圈的磁通 我们用这个来画画看 它是这样子的 好 它并不是完全的 都从这里出来 并不是N1 温渣通通经过 不是 好 我们现在就麻麻糊糊 把这个也当做很长很长 边端效应可以不济 那么它的磁通呢 我们就是可以当做是从这里 出来 从这里回来 OK 从这里出来 从这里回来 从这里回来 好 对 好 那么 它也不过练住这么一点而已啊 练住这么一点 红色的这一部分 我这画的还是太大了 红色 没有把这个地方都练住啊 它没有把N1渣全部练住 所以这个N1渣 不能够把它当做是线圈的总渣数 而是 这个线 第二个线圈 它的磁力线 把第一个线圈 练住的渣数 第二个线圈 一渣 两渣 三渣 这样子 它把它练住几渣就是几渣 所以它现在只练住哪一部分呢 只有这一部分呢 只有红色的这一部分呢 这个都不在啊 那么总共几渣呢 好 那我们就说 这个时候啊 再来修改哈 我们把 第一个线圈 它是N1渣 被L1来除 就是它单位长度有几渣 第一个线圈 每一公尺有几渣 那现在这里是几公尺呢 红色的这部分呢 L2公尺 所以这里要写一个L2 L2 这样子的 那当然这个 刚刚这样写也不对了 所以我们也要把它擦掉 重来 这个就是 N1 OVERL1 乘上L2 5 2 1 被 I2 来除 这个才是E' OK 才是E' 知道吧 好 那现在我们就跟刚刚的一样做法 521等于 这是 512 这个是 我有没有写错 这个是512 512 这是512 512 写错了 512 OK 512 好 那我们就看512等于什么 512 它就是第二个线圈的磁通 由 第一个线圈的磁通 由第二个线圈的磁场所产生的 所以磁场是第二个线圈的 这个是第一个线圈的 好 我们可以取 比如说 我们取 DA1 平行于 B2 512 呢 它就等于 这个时候 512 就等于 B2乘算DA 好 这个第二是 然后B2是什么 B2是第二个线圈产生的磁场 我们还是一样 如果 边端效应 不济 好 我们可以得 B2是等于 μ0 N2 overL2 乘上 I2 I2 乘I2 好 把这个 带入 第二是 我们就可以得 512 要等于 这个都可以拿出来了 第二个线圈 第二个线圈 Cross-section 可以当做一样大 因为线很细嘛 你缠绕在第一个线圈外面 那你这个Cross-section 还可以 一样嘛 所以 就等于 μ0 我们把这L先写 L2 分之1 μ0 N2 I2 乘A 好 这个得出来以后 我们把它带入 第一是 2' 带入 1' 带入1' 所以 现在这个 要被I2来除 那个I2就没有了 再乘上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被 这个就是被L1除 再乘一个L 1' 所以这个 M1' 2' 还是跟L1 乘反比 其他都一样 μ0 I1 没有 μ0 写错了 N1N2 M1N2 这个跟 这个是一模一样 M1N2跟M2N1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它们是相等 它们相等 那它跟这个电流没有关系 好 好 那么护感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好 好 那么护感呢 好